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细语问答 两个孩子的案例探讨 学生说 不知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 一个小女孩 今年三岁半 上幼儿园了 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笑过 无论用什么方式去逗她引她 她都那么一脸严肃地看着你 其他的如智力 语言和大人的沟通交流等都是正常的 家庭情况是 女孩出生两个月后 爸爸去了海外 且一去不返 现在正在走法律程序 女孩妈妈说 孩子是不是灵魂早就知道 她的父亲抛弃了她 所以才从来不笑的 挺奇怪的一个孩子 真的从来没遇到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细语答 首先 患者要做脑干断层扫描 确诊或排除气质性神经传导障碍 其次 做笑气实验 看在非自主的情况下是否会笑 最后 在笑气实验的基础上 做足底反射实验 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其他器官或肌肉的 内笑式痙攣 可能性 一 先天性脑干区域病变 导致神经传导不了笑的肌肉动作 二 自我意识压制 匮乏安全与同理性 三 神经传导构建错位 笑了 但电信号被传输给了其他肌肉群或内脏 学生说 现在刷抖音 快手 玩游戏的青少年 可真是太多太多了 在我市刚刚发生一件惨事 儿子17岁 玩游戏上瘾 跟妈妈要钱买装备什么的 应该是无数次要钱玩游戏了 妈妈不给 妈妈也叮嘱孩子爷爷奶奶不能给 男孩竟然因为要不到钱恼羞承诺 一气之下 争执中竟然杀了母亲 事后还把母亲截肢装在两个箱子里 拖到了地下室 上个礼拜天 公安局破案了 抓走了男孩 男孩和我同事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女孩说 她挺内向的 不太爱说话 也不是那种特能打架 性格 张扬跋扈的人 不知怎么竟做出这种事 不太敢相信 细语说 喜欢赌博的人都存在内非太依赖 即需要不断地刺激来维持幸福感可能的峰值 依赖甜品 依赖烟草 依赖毒品都是如此 人在修行中也会产生禅修依赖症 因为沉醉于高危连通的亢奋中 比性高潮还要强烈百倍 是任何毒品无法企及的效果 最后形成法症 对能量累计的执着 一有时间就想练一会儿